84. 金融時報 多重利好力速 A股吹穩慢牛航情有望開 2015年7月22日金融市場07里光呂本部機者里光呂在4000點附近 連續爭奪多日後,胡指21日成功地站在了4000點整數關口上方 同時也在到站上了半年線,行業板塊普漲、緊保險、石油、 航天航空板塊逆市下跌,兩市如200隻股票漲停 市場趨穩太細日漸顯然,在業內人士看來 股市的基本面沒有發生重大改變 無論宏觀經濟還是微觀業績 無論貨幣政策還是金融市場總體流動性 都處於穩定健康的狀態 A股長期向好的根基未變進管 A股此前已經歷了一輪大幅調整 但業內機構普遍認為 中國資本市場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仍未改變 第一創業正勸首席經濟學家彭興運認為 首先,中國經濟社會已進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戰略機遇期 其次,創新區動營的發展戰略已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戰略 中國正在向投資區動營的粗放增長模式說再見 第三,全面改革將極大地釋放市場活力 提高中國經濟自身的靈活性和銀性 第四,宏觀經濟逐步進入小周期的拐點 第五,經濟增長率下行並不意味著股票市場喪失了經濟基本面的支撐 參考台灣股市的波動軌跡,可能對研判A股掌期趨勢有一定幫助 1988年9月台灣股市因徵收資本利得稅出現大幅下跌 連續19個交易日無量的停,使得台紙從87-90.1路下挫至5614.1 一個月內累計調整幅度高達36.1% 然而驅動台灣牛市的核心因素流動性歡迎和改革轉型並未改變 於是在十月底台灣取消資本利得稅之後兩個月重拾升勢 扶搖值上12000點,目前支持本輪A股牛市的長期邏輯未變 即貨幣寬鬆趨勢未變,腦風險利率下行趨勢 分無端驅動,未變,帶累資產配置趨勢 從不動產和儲蓄端到權益資產轉移 未變,改革紅利遠未釋放完畢 中投證券分析稱,這輪調整必將指示牛市途中的一個心情回謀 A股必定會在大跌之後使進浮華 從目前互心兩市的平均市盈率來看 基本處於合理範圍 創業版的股經過近期持續快速的大幅調整 風險得到一定程度的釋放 從中國的制度改革 經濟結構調整和貨幣政策的總體趨勢來看 A股市場具有投資價值 國泰軍安政券首席經濟學家林彩宜表示 經濟轉型升級效果初遣最新公布的二季度 數據和就業數據顯示出國內實體經濟轉型初見成效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5年上半年的宏觀經濟數據 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 二季度增長7% 其中 第一產業同比增長3.5% 第二產業增長6.1% 第三產業增長8.4% 這早數據反映出我國經濟結構延續了持續優化的姿態 但隨著我國家大對第三產業的支持力度 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也呈現出持續加快的趨勢 此外,上半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一步提升 目前已經達到了60%的水平 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了5.7% 至於今年上半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方面 也基本保持著穩定的狀態 與此同時,和居民生活更加密切的就業指標同樣顯示出轉型效果初顯 國家統計局7月20日發布的就業數據顯示 31個大城市調查失業率6月份降到了上半年的最低點5.06% 上半年31個大城市城鎮失業率基本保持在5.1% 對此,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 國家統計局員總經濟師姚景元認為 現在的調查失業率是和國際接軌的 今年上半年我國的失業率保持在5.1%左右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時的失業率是10% 現在大概是5.3%左右 這說明我國跟美國的水平差不多 但是歐洲的情況就比較嚴重 歐債危機之後一直到現在 他的失業率最高的時候達到20% 所以,我國就業狀況可以說是良好的 在業內人士看來 第三產業發展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近兩年,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積極變化 服務業發展的速度再加快 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逐年增加 今年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49.5%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1個百分點 根據近兩年數據測算 第三產業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創造約100萬個就業崗位 比工業多50萬左右 市場資金面依舊寬越通脹壓力不大 也為市場流動性保持適度寬鬆提供了前提條件 6月CPI同比增長1.4% 以連續10個月低於2%水平 而PPI同比降幅創紀錄地連續40個月為負 顯示去產能將繼續 未來通脹型將在低位持續較長時間 在目前低通脹環境下 流動性好轉長期應該支撐股指走強 從上半年的貸款投放內看 截至6月末 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3.4% 上半年信貸結構繼續改善 企業中長期貸款較快增長 銀行間市場流動性保持充裕 利率水平總體情回落趨勢 企業融資需求回升 穩增長政策效果顯現 值得一提的事 前期股市維穩資金很難短期撤出 中國證監會20日網站緊急發布消息情清清 關於證監會正在研究維穩資金退出方案的報道不實 證監會表示 下一階段將繼續把穩定市場、穩定信心 防範系統性風險作為工作目標 全力做好相關工作 值得關注的事 投資者參與交易的熱情略有回升 中國結算公司7月2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上週7月13日7月17日 新增投資者數量為52.93萬 與前週的51.3萬相比增加了1.63萬 上週參與E股交易的投資者為303.14萬 高於前週的2765.82萬 此外,上週新增基金帳戶數63.9萬 遠高於前週的43.06萬 展望下半年,有分析認為 未來環有幾類資金將會入市 首先,地方版養老金3萬多億元集中到中央 理論上可入市資金1萬億元 其次,上市公司從正減持方忽然轉為增持 被動增持加上主動增持近2千億元 精選個股最為關鍵在E股經歷此前的大幅調整後 此前暢空的外資投行近日開始暢多E股 匯豊銀行更一發布報告稱E股經過大幅調整之後 目前價值已顯然,其將E股市場評級從減持上調至中性 匯豊的理由有四個方面 一是融資規模較6月中的風值已大跌 去槓桿能夠造成的最為影響已過去 二是過去幾週內E股上市公司內部人士的 正賣空壓力已大幅下降 三市監管機構有多種工具來穩定市場和重建信心 最後,更重要的是,今年下半年E股基本面有望明顯改善 低利息成本有助於上市公司實現更高利潤 具體度投資策略,很多機構人士認為 當投資者都變得冷靜理性,就更加需要增大眼睛挑選個股 對於哪些有確定性業績預期的 經過調整股值已明顯下降,真正轉型發展的公司 當前是絕佳買入機會,高成建議投資者買入四類股票 融資盤較小的槓桿不確定性較低的優質股票 現今衝於股值得高且正在回購的股票 以及部分港股中小盤股 海通證券表示,本輪調整後將營來七、八月中部密集披露期 業績確定性大概率將城市場聚焦核心 中期生活轉型成長股,與互聯網加中國製造2025 娛樂健康,同時配置穩定增長的白馬成長股 過去十年隨單邊快速上漲的行程,白馬成長股 在三季度均有明顯相對收益,進入中部 企業績穩定的白馬成長股市優選標的 阿姨佩約會露期 'resendor宣告 無回合期間 甚激和可疑